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長者最常見在家中所發生的事件是甚麼呢 跌倒 跌倒 真厲害 香港的人口過了三十年左右 四個人中間會裏面有一個長者 所以這個人口老闆這個現象 對社會將來的挑戰很大 大會將這個計劃推出的時候 就是希望可以準備香港的社會 醫學界 體育界 可以好好的準備這麼大的挑戰 除了長者的行為 他們要小心之外 另外家居環境也是重要的 因為他們就算要小心 家居有很多陷阱 都會令到他們有危險不生 用設計顧名思義 通通都適用 即是由小孩子到長者 孕婦都適用 用起來又省力又方便 根據我們通用設計的概念 如果有長者根據這樣的擺法 他的植物從這裡拿出來 然後洗 還有在這裡煮 節省他的體力 開了門了 那我們進來了 我剛才有高號正進來 已經差不多 差點就給那個門檻 太高了 最好就是村搬一下 那就會容易粉身了 以前我不知道的 門檻門檻 做到高高 防塵 反而害到自己 經過趣劇 在舞台上有一個大型的表演 這樣比較深入一點 很危險 你讓我變得好孤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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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一些造手這樣 非常好孤寂 好吧 好危險 呀 適合我的長者使用 很多時候長者和長者之間 很少會傾談一些家居外各方面的情況 透過這次活動 得到一個正確的資訊 很多人都學得到 重的東西和不重的東西 怎樣分配 琴高的東西就盡量不要去拿 江江思索 健康思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